经济学人,民主共和两党正相互比较,看谁对中共更狠,是中共为战略对手,已成美国两党军方及商界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片,经济学人,最新一期以中美对抗位封面故事,内容指出美国两党,外交,军事以及商界是中共为战略对手,已形成一个共识,此乃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首次文章 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共的态度是正确的做法,但到了目前这个阶段,美国需要一个完整的战略文章指出,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建基于一个聚合convergence的信念政治和经济的融合,不但可助中国致富并使其更开放,多元化,以及民主,过去确实出现过危机 例如1996年台海的军事抗衡,或2001年海南上空的军机碰撞,但美国仍然坚信,只要给予中共一个正确的诱因,中共最终会成为这个世界秩序,一个负责任的持续者 但据和今天已经死去,美国是中共为一个战略对手,一个邪恶和破坏规矩的角色 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共介入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偷窃智慧财产 从事不公平贸易,以及企图不止在亚洲称霸,还亏似支配全球的野心文章指出 美国副总统彭斯早前警告,中共正从事全政府动员的攻击 他的演说听起来,像是揭开冷战的号角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彭斯和他弟老板特朗普的想法 民主共和两党正相互比较看谁对中共更狠 这是自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商界、外交官员、军方的态度 首次如此快速地达成共识,认定美国正面对一个意识形态和战略性的敌人 在此同时中共也出现了态度上的改变 中共的政策制定者一直都怀疑,美国暗地阻扰中共的崛起 这是为什么中共试图以韬光养晦来避免跟美国正面对抗 但对很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 证明中共已不需要再忍辱吞声 中共崛起等于美国败退中共主席习近平开始推广他的中国梦之说 一个傲视全球的中国很多人认为韬光养晦已经不合时宜 柳文章指出,在对付中共方面特朗普政府有三点是做对了 首先美国必须要强大,美国加强审批企业的转手或合并 一切要以国家安全为重 美国将一宁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共国安人员从比利时引渡反美 美国增加国防预算,而且最近还增加人外经费,对付中共在海外的撒钱行为 其次就是特朗普成功的提醒美国,需要对中共行为的期望有所调整 今天的贸易制度未能阻止中国的国营企业,模糊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分野 国企得到政府的津贴和保护在海外收购多用途的科技,或扭曲国际市场秩序 中共利用金钱影响小国的外交,政策例如在欧盟西方的政党,智库和大学部门,需要更公开他们的捐款来源 特朗普政府第三点做对的是这个总统,可以完全漠视传统规则 而这正好收到效果,他一点都不含蓄但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问题,上美国却达成了贸易协议 特朗普已经使得中共领导人方寸大乱,他们还以为美国不会贸然搞砸这个局面 经济学人说,特朗普下一步需要一个战略而不止战术美国首先可以宣扬他的价值观 美国的战略还必须包括与中共分开的资产,盟友在贸易方面 特朗普必须与欧盟和日本联手迫使中共改变 在防卫问题上特朗普还应结交新朋友 例如印度和越南盟友是美国对中共最好的防卫力量 感谢观看